繼續來關心天氣 針對這幾天的氣候 相信民眾已經可以明顯感受到 氣溫下降 風勢增強 而且雲層還變厚 有時候還會下起小雨 所以宜蘭氣象站就表示 目前台灣外海還有一個低氣壓 還要觀察是否會形成颱風 所以提醒民眾出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前幾天的大太陽高溫 到了最近一兩天 開始有了變化 氣溫下降加上涼風徐徐 讓人覺得非常舒爽 不過雲層籠罩 似乎隨時會下雨 所以氣象站表示 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可能出現震雨現象 而且東部海面也有低氣壓 氣象單位正在注意 是否形成颱風 由於太平洋高下北宜 而且東退雨漏的關係的話 我們台灣地區的話 在未來的幾天的話 反而可以受到一個低壓帶的影響 因為受到低壓帶影響的話 在台灣地區的話 天氣就不穩定 比如說未來地區的話 在宜蘭地區的話 未來這幾天的話 雲量都比較多一點 當雲量比較多的話 就有可能會下一些短暫性的雨 而且的話 我們也不排除的話 在台灣東邊的海面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低氣壓產生 這樣的話 我們宜蘭也是會有影響 比如說未來這幾天的話 高溫的話 不會像過去來的 在到達30、35度這麼高溫 但是預測的話 還是會有到31、32的現象 而且還是很熱 還是午後的話 會短暫一下 雨機率的話會比較增加 因為在16、17號以後 下雨機率更會提高 所以出門要注意氣候變化 最好準備雨具 宜蘭兄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下雨了